非洲变种病毒来袭 美股是真的要崩盘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Mike 从事澳洲证券行15年 也是墨尔本最受欢迎的中文分析师之一 这次疫情 简直我们可以比喻成旧社会的国脚步一样 又臭又长 不折腾不舒服四季 但是骂归骂 炒归炒的日子还得自己过 比如你买入的股票 买入的石油 买入的特斯拉 过几天一看是满江山一片红 也就是一片大跌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两天中 南非的变种病毒让整个世界为之下跌 美股更是创下少见的大跌 上周黑色星期五之后 整个市场短期内都变得极度恐慌 所有人都在问 美股上涨的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呢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毕竟我们知道 这市场不是涨就是跌 咱们猜也有一半几率会猜对 今天我就帮大家猜一猜 在猜之前我们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装一下最近刚学的一些医学知识 大家知道呢 我病人并不是医学的专家 但是呢 经过简单的搜索和查看资料 其实我也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任何的病毒 其实呢 都是在传染性 变异性和致命性 这三者之间相互制衡和平衡 简单比喻来说就是 假如你有100块钱 只能购买三种产品 它的名字分别叫传染性 变异性和致命性 这三种产品 你只要在任意一种 或者两种产品上过度开支 都会削弱另一边的购买力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现在南非的变异病毒 具有高度的变异性 以及远远高于之前 德尔塔病毒的传播性 换而言之 100块钱已经在两个商品上 花得七七八八 剩下的在致命性方面 毫无疑问 就会大幅削弱 在上周末的时候呢 南非那位最早 发现病种变毒的医生 也公开表示 就目前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一次变种病毒的症状 比之前的德尔塔变种病毒 使人病重 或者是死亡的比例 要小得多 准确地说呢 他知道目前他手上的 大部分病例 其实都没有住进医院 主要的症状呢 是以疲劳和无力为主 当然 由于目前的病例数呢 依旧比较少 而且呢 病理学研究也没有完成 因此 像我们这些外行呢 就不做过多的评论 但是 从2020年初 全球爆发疫情到现在 其实这个病毒 已经变异了十几次了 大家想 现在的字母 都已经用到了O开头了 而最早的 之前 但主要的德尔塔病毒呢 是由D开头 可想而知 从D到现在的O 中间已经发生过多次变断 据下面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在之前像英国变种 南非变种 巴西变种病毒 以及随后出现的字母E FG 等等 一直到现在的O之前 其实呢 已经有十几种病毒出现 但是在目前 依然没有一种 能够取代 现在的德尔塔病毒的出现 所以南非的变种 到目前 还并不能完全确定 它是否 是会取代 之前的德尔塔病毒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相信 刚才说到的三角平衡关系 也就是致命性传播性 和变异性 依然能够牵制住 这次变种病毒 换而言之就是 我们希望 它对于人群的伤害 能够小一些 举例来说 感冒病毒的传播性 和变异性极高 但是相对其致死率 就会很低 那像非洲的出血热 埃博拉病毒呢 它的致死率高达70% 但是只能通过有限的传播 而且变异性很差 这就是病毒的三角平衡 在跟大家简单普及完 我这个无证自学的 病毒变异原理之后 咱们还是回归主题 就是美股会不会 因为南非变种病毒而崩盘 要知道 美股会不会崩盘 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一下 当初美国 美股为什么会暴涨 主要原因 就是来自于去年4月开始 美联储天亮的放水 和极低的美元利率刺激 现在这个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呢 虽然美联储准备开始 缩减它的刺激政策 但是考虑到加息 即使是现在加 也要比正常利息低很多 稍微复杂一点说呢 就是对于美元制定政策的 美联储来说 上周目前 他们的当时的两个候选人 其实都属于鸽派 也就是都支持继续刺激 继续放水 那么之后当选的副主席 比现在的主席鲍威尔 其实更为鸽派 所以结论就是 美联储目前的政策 连贯性将会继续 还会继续捍卫市场决心 不会改变 我们知道网络上有句话呢 叫做 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 那如果有呢 就来两顿 其实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没有什么事呢 是美联储一次放水 解决不了 如果真的有 他就会放两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连任 对于市场的影响 其实呢 并不大 无论是主席还是副主席 他们两个人 刚才说到都是大哥派 所以 即使是鲍威尔连任提前了 我们现在的预期加息的时间表 但是在短时间之内 美联储并不会 马上收紧货币政策 水依然会放 流动性依然很多 所以 美股依然会有上涨的动能 所以 只要这个大前提 没有改变 那么短期的任何回调 在我看来 都是一个超低加仓的 好机会 根本其实上周 美股的走势呢 在上周一到周三 相对是比较平静的 周四呢 也是他们休市 到了周五突然出现了 南非变异病毒 占据各个媒体头条 使得美国三大指数 在晚上迎来了恐慌性的抛售 美国的小企业指数 罗素指数呢 更是暴跌 一度达到5% 像航空啊 旅游啊 赌场啊 酒店啊 这些受应勤影响比较大的 跌幅也是很大 油价更是暴跌了13% 最终上周三大指数分别下跌 3.5% 倒只是下跌了2% 标普也下跌了2.3% 但现在的问题来了 这一次南非的变种病毒 就真的那么会毁天灭地吗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 应该还记得在六个月之前 大约就是今年的五六月份 当时Delta变种病毒 第一次占据头条的时候 其实也是和现在 是有一样的感觉 当时英国正在准备解封 Delta病毒的突然出现 使得英国首相不得不宣布 延迟解封 同时呢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其实也是纷纷表示 担忧这个疫苗 会不会对变种病毒有效 但是随后两三周 像牛津啊 辉瑞啊 和莫德纳 都宣布自己的疫苗 依然对Delta有效之后 市场的担心 就平复了很多 虽然这次南非的变种病毒 对于疫苗的反应 目前还并不是完全知道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打完疫苗的人群 即使是被突破性感染 其重症和死亡率 理论上也会大大降低 加上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南非变种病毒的致命性 它本身就应该 比之前的Delta 要弱得多 因此对于人群的实际伤害 应该没有大家 所想的那么严重 另外一点 我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知道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 其实就是 人员密集型产业 像第三产业 包括一些制造业 但实际上获利最大的 则来自于呢 人员可以在家办公的 科技型企业 尤其是全球的科技巨头 那么科技巨头 目前主要集中在美国 因此即便是 这次南非变种病毒 真的使得部分国家 或者部分地区 再次进入封城 与美国纳斯达克 以科技股为代表的行业来看 它的长期影响 依然是会有限 更不要说呢 美联储也有可能 会因为这次南非的变种 而再来一次 我们说到的 放水 或者是刺激政策 所以总结来说 现在的南非变种病毒 虽然有极高的传染性 和变异性 但是在病毒的 三角关系平衡中 其致命性 有可能会被削弱 其次 美股虽然在未来 会受到美联储 加息的影响 而出现调整 但是这个时间 可能会因为变种的出现 而继续延长 重点来了 美国现在即便是 上涨的利息 也只能说是 放水的量在减少 但是水龙头 依然是没有完全关闭 刺激呢 依然将会存在 因此 大环境在我看来 没有因为南非变种病毒 而改变 但是 如果我们看下面的图 从技术上来说 每一次纳斯达克 在达到它的上行 相体的时候呢 都会来一次短期的回调 所以 在未来最终的上涨之前 也许 我们还有可能会看到 更多的 暂时性下跌 但是最终 我的观点很明确 只要美国的大公司 盈利依然在增加 只要美联储 依然是在放水 只要美元的利率 还没有回归到 正常的 2%的水平 那么 美股长期的上涨 它就是一个 大概率事件 而每一次 合理的回调 其实都是 对我们散户来说 成为一个 进场的机会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